本人一直非常喜欢在泰国的夜店看泰国姑娘跳热舞 她们的那种笨笛节奏感 腰肢的扭动频率和我们国内的姑娘们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呢 并不说国内的姑娘们跳得不好 然而我认为泰国女孩那种天生的听到音乐就会随意扭动 虽然并不专业的那类姿势真的非常非常性感 没有一丝尴尬之意 而是直勾勾地望着我 展示着她最好的姿态 血红色的高跟鞋 顺着上去是血白的小腿 不是很长 也不瘦 稍微有一点点 碰出的肌肉线条 而大腿则是圆润地惹人欢喜 所以 这一切都在我接受范围之内 我喜欢观察每个女孩身材的细部 特别是喜欢看腰部的心跳和小腹是否有骨气 而水蛇腰对我来说真的是致命的 我疯狂地迷恋那种灯光下扭动的腰部 至今 我只见过一两次这样的神圣之物 P2的身姿只能用匀称得体来形容 老司机的话就是 吃得下 我慢慢喝着啤酒看她跳舞 将回忆拉回到普及 似乎灵魂瞬间离开了半公里 掉落到P2安排我做到的钢管阵前锋 我依稀记得那双眼睛直勾勾地望着我 里头像朵花儿一样盛开着 不是那种寒情卖卖 而是一种奔放和热气 是的 我们迷恋的这种感觉 正是驱使着我们一次又一次 踏上这片热毒的圆圈 这个时候 P2的所有舞曲 都是为我一个人存在的 她的目光从未从我身上挪开半点 而我也放开着胆子 死死地盯着她 欣赏着每一块连接着骨头的肌肉线条 每一个腰部的扭动和腿部的开合 当然 还有那舔着自己手指头的诱惑表情 这个回字型的舞台 一共分布着四根钢管和一把沙发语 每个舞曲大概四到五分钟 这意味着我要一个人看着一段漫长的舞蹈 喝一段漫长的酒 P2的一举一动 似乎在说着 今晚要抓住最后一根稻草了 所以尽力地从各方面讨好着我 每结束一段都会弯腰下来亲一口 并让边上的几个小姐妹挪开位置 让给我坐 我清晰地记得第二段舞结束后 她要去沙发上表演椅子舞 而椅子前方坐着几个小姐妹正背对着我 而向着门口的黑布帘 等待着布帘打开的瞬间 进来的客人的目光 P2很大力地重重地拍在他们的肩膀上 要他们起身上坐 弄得我一时非常尴尬 觉得没礼貌 瞬间双手合十给他们示意道歉 几个小姐妹们浅浅一笑 离开了这个区域 站到门口那片角落去了 而P2就神情高涨地开始他的椅子舞表演 我没有去过俄国人的二楼看表演 所以估摸着这个舞蹈应该是一曲同工吧 P2深深地躺倒在沙发里头 那种蓝散的软软地摊在那儿的感觉 加上灯光撒在他的肌肤上 我隔着一米的距离 似乎能闻到他每寸皮肤散发出来的香味 顺着音乐 慢慢地抚摸着自己光滑的大腿 一寸一寸地 直到那血红色的高跟鞋处 然后又慢慢地往回一点一点 摸到自己的大腿内侧 突然数点一般地把头昂了起来 那大卷发散落在香肩上 给我浑的眼神 让男人看了欲罢不能 我静静地看着 喝着啤酒 可是放在N年以前 早就能顶破天了 但是不知道为何 我的身体感触略微平淡 我的左手边是一个短发女孩 光溜溜地背 针对着我 她不时地往后靠一下 轻轻地触碰了我的胳膊 慢慢地她转过头来 我看见她的笑容和灿烂的目光 年轻的孩子的眼睛 着实明亮 几乎就在一到两秒之间的时间 皮二从沙发上跳了起来 狠狠地拍在她的肩膀上 用泰语说了好长一段话 我看到女孩的笑容 渐渐消失 然后转过头去 继续盯着大门 那块漆黑的布脸 而皮二则在台上冲我笑着 瞬间我觉得这个女孩的占有欲 和功利性太过于强烈 让我渐渐地失去了 开始的那种冲动 最后一支舞 我又被她安排在角落周围 尽管她全力地扭动着 挑逗着不知道为何 我的心思却不在这里了 可能是我侧目右手边 一个背部满是纹身的女孩 和精致的面孔打动了我 也可能是她刚才的举动 不禁而知 继续喝着酒 偷偷地侧目去欣赏右手边 那个女孩侧脸精致的鼻子 和背上满满的纹身 她就是P3 终于几支舞都跳完了 皮二在台上耍赖 让我抱她下来 我发现 泰国女孩都很会找机会炫耀自己 找到好客户 她双手伸过来 满满的感觉全是爱一样 我顺势搂住她的腰 一把抱下来 她却顺势将头靠在了我的肩膀上 双臂紧紧地缠在我的脖子上 双腿盘住我的腰 这个体位是身体的全部接触 她紧紧地抱着我 轻轻地扭动着 而我却总是想测过头 去看P3 这个时候妈妈桑过来了 问我要不要上楼 或者带走 开出的价格是 ST 三千五加七百 我深切地体会到自己 谎称来自香港带来的优惠力度 之前 说来自中国 都背开五千加一千三 为什么要这样区别对待啊 我摇了摇头 说晚点 其实我内心早确定 不会上去 也不会带走 妈妈桑又重复地告诉我 十二点关门 还划了重点说 我给你的价格很低 你和女孩直接谈也是一样 不会更少 这个时候P3静静地看着我 没有发出一丝声音 眼神死死地盯着我的表情 她用缠着我的那只手 在我背后划着叉叉 好像是在示意我 有话要说 我就告诉妈妈桑 说我得再看一会儿 喝一会儿酒 妈妈桑见P3的Lily Rink 这大半天还剩一半 很不开心地站到了一侧 我掏出五十 给她当小费 她才开心地笑了起来 然后离开了这个区域 留下我们两个自己玩耍 我回过头 问P2 你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 笑了笑 起到我身上来 嘴角上扬着 身体轻柔地在我身上摆动 借着酒吧里的光 我重复地打亮着她的面容 说实在的 仅仅是小腿粗了那么一点点点点 让我觉得不是完美 她就这么一直扭动着 Lily Rink也懒得去喝 懒得去续杯 我看了下时间 不早了 起身要走 她呆呆地看着我 半想才说 不要走 我告诉她 她很漂亮 但是我不喜欢带女孩子回去 这马上要到关门的时间点了 我不想拖累你的声音 你在这个时间 赶紧找一个能带你走的人吧 她摇摇头说 没关系 不带她走也没事 想要我多坐一会儿罢了 但是我觉得 的确是该离开了 从而绝情地松开了她的手 抱不出去 她送我到了门口 给了拥抱 说希望 明天还能再见到我 她会给我看到 我看不清的东西 让我慢慢看 什么东西就不需要说的那么仔细了 我说 希望 明天我还能 过来 这要去另外一个海滩了 八九城市来不了了 帘子拉开的瞬间 我回了一次头 看见皮尔默默地站在那 要不是原则问题 我可能会回头 前她上楼 但是这个回头 坐在门口首当其中的P3 以为是看她了 她轻轻地对我笑了 虽然 我知道这个只是对客人的一种微笑 躲不出去 眼看着只有四十五分钟 就要到十二点了 心里想着P3那个笑容 隔壁八的两三个仔 一路拉我进去喝 我想了想 今晚可能是最后的疯狂了 错过了 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来 回来的时候 也肯定找不到P3这种精致脸棚的女孩 还有那满满的纹身 我立马定出脚步 杀了个回马枪 拉开帘子 妈妈桑以为我回来找皮尔 正准备大喊 被我捂住了嘴巴 我一个箭步 静止走向了P3 拉起她的手 就往另外一个角落里头狂奔 一边用手比划着 别出声 少了个好地方 邀请她坐下 妈妈桑瞬间蹦了过来 给点上了啤酒 和雷迪君 然后我开始了P3这段旅程 早起的咖啡 苦苦地把精神劲提了上来 灵魂继续回到普及的鬼屋酒吧 咖啡因让大脑 循序渐进地运转着 在众多脑细胞里头 寻找着当时的记忆点 尽量地去回想那些细节 而 每个神经末梢 都像被场景里的荷尔蒙激活了一样 让我感觉身边就是 无限摇摆的泰国女孩和那些肢体上的轻轻触碰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明天 再见 祝大家晚安 好梦